现在是周六下午的六点多钟 几乎说每半个月到一个月吧 我们都要去做一份我们家乡的这个小米辣 今天特别空闲 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一个制作嘛 我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去把它去粉碎 然后米茶呢 它就会去把它烹饪好 做成一罐一罐的这个酱 然后储存起来 这种东西特别简单 就是这两份主菜就是这两份主菜 你把这个蒜蒜笼搞好 然后去把这个辣椒啊 去把它晾干 千万不能用水清洗一下晾干 晾干以后再除去这个花饼 然后就这个样子 直接到粉碎机里粉碎就行了 我们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每天其实我们做纸上都是有这种小米辣的 包括这个海参面啊 然后或是凉拌海参 我们都是将这种 觉得这种酱 就是小米辣酱这种是最好最好的 随便先粉碎哪一种都是可以的 我是习惯性先粉碎蒜笼 然后再去粉碎小米辣 我今天师傅里面的所有的食材呢 都是在当地超市买的 其实几秒钟就可以一直粉碎到你认为的这个颗粒状就行了 我为什么会是先粉碎这个蒜笼呢 因为这个辣椒粉碎一下是特别 你闻着的特别的辣 而且你们这个手上呢就是讲到时候你去清理它的时候再粉碎蒜笼 假如说你先粉碎小米辣的话呢 这个手上是特别辣的 所以说我就先把蒜笼先处理好 然后把这个小米辣再放进去里面去粉碎 不用去另外去清洗 我们家呢就喜欢这样大小的一种颗粒 接下来就是米茶的事了 冷锅冷油 然后是炒香料 熬葱油 这个葱跟洋葱 放下去炸 炸出香味 然后加几片香叶进去 炸出有点焦黄 不停翻炒一直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把这个葱油把它搞出来 捞出这些所有的这个香料 只留下这些油 然后再起锅加热 倒入这些蒜笼 先倒入蒜笼 因为蒜笼你先倒进去的话呢 就可以先炒一下 把它这个香味也可以先炒出来 那这个蒜笼呢 是很容易在就是沃尔玛 Costco都是有卖 姜看到吗 一点点 一点点 对 放一点 米茶 翻炒一下 适量 加几颗冰糖进去 然后再加了一点点盐 然后再加了一点点盐 我们家就是稍微吃的咸了一点 然后就是 蚝油 这个是必备的 这些食材都在当地超市都有卖的 然后再加了点白芝麻 然后再加了点白芝麻 这个是可有可无的 翻炒三五分钟以后就加白酒 加白酒是要在起锅以前加进去 不能就是一开始加进去 加白酒 加白酒以后稍微搅拌几下就应该起锅 要不是这些酒就会很容易挥发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上桌就是满满的家乡的味道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